银俩,指中国就识以银并为主要形式的一种称量货币,开始于汉代,盛行于明清两代。 清末有识银两或虚银两之分,识银两只实际流通的白银,如银定,其重量和橙色各地不同。 虚银两是一种记账货币,有一定的含银量,并无实物。 这是人们看上去比较熟悉的银子样貌,中国就识银子为主要流通货币,以银为单位,故称银子为银俩。 识银两只实际流通的白银,如银定等,其成色重量各地不同,虚银两则是一种记账货币,虽有一定含银量,但并无实物,如近代上海的归原,天津的行园,汉口的杨历等。 虚银两只用于记账,实际支付时,则需可算成钱员。 1933年国民党政府实行费量改元后,银两停止使用,银两也称文银是中国古代的货币单位,其向上为黄金,向下为铜板也称之为质钱。 兑换关系,铜钱,白银和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,就像外汇价格一样,是常常变动的,不像一元钱等于一百分这样明确。 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比8上涨到20世纪中西和末期的1点10分,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,达到1点20分,可是一两黄金约可兑换8到11两白银。 道光初年,一两白银换钱移掉,也就是1000文,到了道光2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,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之前1600-1700文了。 咸丰以来,银价猛涨,一两白银竟可以换到之前2200-2300文之多,可是正常情况下,一两白银大约可换到1000-1500文铜钱。 古时通常说的一贯钱,或一吊钱就是1000文。在不同的朝代,一两白银,约值170元以上不等,一枚铜钱一文之前,约值0.2元。 许多电视剧里面关于银子的用法真的是非常的无知,动不动就上千两银子,万两黄金,真当银子黄金是路边的大白菜了。 总之,在不同的朝代,银子的价值不动很大,尤其是宋朝,因为宋朝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,工商业也前所未有的发达,因此货币需求量也前所未有的庞大。 而且白银的产量和进口量都不高,并且当时没有类似央行这样的政府宏观调控管理机构,造成了极为混乱的情况,而且宋朝钱法很乱,有铜钱,铁钱,还有千锡钱同时流通,各州都有权自行筑钱,还存在私人筑钱的情况,钱的大小不一,成分不移,价值多变,随时立志,非常混乱。